因為剛剛那個被到這個30萬噸的那個補貝基务 就有人就在網路上說 會被這樣子就是環保團體 不認真還被托到 然後呢還有人說 你們就是我們在關心的時候 你們早在20年前就出來了一個老人家 然後呢 你怎麼知道老人家 沒有在路上的時候 然後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在想說 20年前你在幹什麼 你懂的意思嗎 20年前你是在社會上是有能力的人 20年前我還是小孩子 我20年前出來 我是小學生出來關心環保 所以現在有人很奇怪 他說啊你們20年前都要出來 現在又出來在撞聲 結果他自己沒有檢討 他難道是人家的好苦先嗎 你今天你在20年前不關心 到現在你來怪子孫 這個社會現象真的是很離譜 把我的業餘的好人當作是這樣子 不要抱怨太多 不要抱怨太多 時間不多耶 剛剛